转换进攻的机会 乖伦再起诉 好球 漂亮啊 哎呀 这球太潇洒了 好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互动 或是今天比赛一个人 解说孔强女 由于呢这个已经是收关战的比赛了 所以呢 辽宁今天也是放在 梦在投一大过桥啊 没有粘框 怪伦正面突破 硬杀好球啊 抽花绕部找到一个进攻的空间 左手把球勾进 罗歇斯特 罗歇斯特现在更多在组织球 不过这一球是传到怪伦手里 前场快攻的机会 怪伦速度是真快 下进去 好球啊 而且还是一个2加1的镜头 哎呦 真快 拿下来交给怪伦 怪伦没用这个验货 来打孟茨凯 也是拉开 就可以穿啊 怪伦再杀进去 双人加低的防守 外线的三分怎么样 哎呦 不错啊 呃 中程一上来 把空间拉开了 这就在外线 怪伦的防守依旧很紧 这次变相突破 杀进去 好球啊 刘伟 防守判断的失误 怪伦速度确实是非常快 下个球员了 怪伦 后车波 好球啊 动作非常的潇洒 空心拼撞 贵猛的挡拆 没有拆开 怪伦 中距离出手 好球啊 怪伦今天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其实在 上场的机会比较少 怪伦 跳步直杀 造罗杰斯特的犯规 上了金星之后 也没能去看住怪伦 怪伦在今天比赛 状态非常好 这时候完全是教科术 是在线的 石头五中得到十一分 金星这一次完全跟住了 不好起 再给怪伦突破 正面有防守 好传球 漂亮啊 又是李小旭 怪伦这边有打开掩护 突进去 石头帅干净去收缩的防守 小打大 怪伦外线单打三分 好球啊 这球投的是真漂亮 完全在节奏点上 非常流畅 转移球 胡顶好机会啊 终成了三分 可惜还是没进 怪伦 漂亮 突击得分 在篮下捡到了一个前场篮板 把球比进去 罗杰斯特 新摆脱防守 这球 两个人衔接没有做好 好球啊 怪伦 又是快攻得分 正面顶开防守啊 非常的强硬 2加1的球球 结果没张框 转换进攻的机会 怪伦再起做好球漂亮啊 哎呀 哎呀 这球太潇洒了 呃 这个 嗯 这CP啊 也就是小外能这么打 这个动作 再来 漂亮 真是没法打 没法放 好球 快看单挡掩护 新鲜这边 又是没挂上 这下方小军呢 天津这一节比赛 忽然的加了盖一样 怎么打都不进 怪伦 动快绕步 先把球拉出来 中距离出手 好球 怪伦 回传球 好球 杀进去 单手的扣篮得分 大空位也说不过去 头又没那么有把握 虽然怪伦继续用速度去 突进心 一突一个准啊 15分的分仗 天津队 第四季就得了2分 从下半场呢 辽宁去加强了自己的防守强度 效果立竿见影了 防守打 孟斯凯的出场时间啊 还可以再增加一些 毕竟现在是以练为主了 这种比较多 这种比较多 它是16分 看不看 这边是小大大 直接突篮下 速度太快了 还是谁啊 这球 还想传哪去 底角根本就没占人啊 担不住 担不住 一个人 两个人 都恰不住 还打一攻 首先希望辽宁队可以在季球赛走得更远 也希望天津能在下个赛季表现得更好 快乐球打疯了 能够率领的球队继续向前吧 今天比赛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决心的比赛一个人结束比较运 马上在赛后还会有双方教练的采访部分 我们一块来期待一下